来我们来看看此时路口 这辆是广汽传奇 这辆是什么 不认识 日本的 日本 日本 反正初初说很电动 这是北汽的 那个是什么 这条的 这也不认识 这是广汽的 好 这是广汽的 这个是 还不完 那也不认识 这个好像是广汽的 那个是广汽的 那个是广汽的 广汽的 广汽的 很甜 那是小李 这是那个 前面那个好像是日本的 是广汽的 这广汽的干的也太好了 那是日本的很甜 那个三个好像是日系的 这好就是 那个风险 对 那是 那个风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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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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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都没见红薯吧 刚刚的车着急闪 这个是30的 这个好像是北汽 这个是广汽传奇的咪咪眼 真的一看广汽在广州 真的是太牛逼了 我之前只觉得广汽多 但我只是注意到咪咪眼的广汽传奇多 我没看到广汽的其他也这么多 那么这个就是广汽的广 这个V应该是 有个V好像是吉利还是什么 忘了 那这是特斯拉 刚刚那个简直颠缝三冠呢 感觉刚刚 要不就叫不上来名的 一时半会认不出是啥的 一眼能认出来的 就只有广汽 很远受 然后就这些日本车 具体不分它是哪 日本啥了 反正是日本的 特斯拉偶尔的太能一辆 甚至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在广州 有这么多北漆的 从北京把车运回来 有点太远了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